娱乐圈中不乏有引人亲信的夫妻,他们结婚多年却恩爱异常,携手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只是他们大多数生活低调,未曾被人过多关注。 今天,细细力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十对恩爱夫妻的现状。 一,苗乔伟和七美珍,在圈内有这样一位男神,出了名的顾家爱家之人,尽管复出拍戏,但也只是为了过过戏影。 他就是三哥,苗乔伟,曾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像杨康就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经典。 三哥与太太七美珍的爱情,在圈内可以说得上是一段数一数二的佳话。 两人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三十周年,要知道这十分不容易,两人如今依旧恩爱如初,加上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两人的婚姻生活就像是普通家庭的生活,该结婚的时候结婚,生儿育你的时候也不拖延。 如今也享受着天伦之乐,两人一戏结缘,在1982年因飞跃十八层相识,在1990年两人结为夫妻,第二年大女儿苗童出生,之后1993年苗俊也降落在这个幸福的家庭。 三哥对三嫂的爱经常都溢出屏幕,两人不仅在公共场合十分甜蜜,而且三哥也是极少数社交平台与太太共用的艺人。 在社交平台上,两人时不时都会放出两人合照,出席公开场合时,两人还会经常以情侣装出现。 这一份感情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也让许多圈内人都十分羡慕。 二、朱英和黄冠中 黄冠中和朱英的故事基本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节,第一章可以叫《男女主少时初遇》。 他在采访里说道,自己有一回跟乐队的伙伴在演艺学院演出,只见台下有位特别青春靓丽的女郎,那就是她们的第一面。 黄冠中跟朱英的宠谕同样很戏剧化,多年之后,她们变成了楼上和楼下的邻里。 据说是朱妈妈某天发现楼上漏水,导致短路,特意过去拜访,两家人这才知道了彼此的存在。 然而,当时的黄冠中跟朱英仍旧维持着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宠物搭建起了他们的桥梁。 黄冠中的狗有一天不慎走失,纷乱之间是朱英遇到了这只狗,将它送回去了。 两个同样爱动物的人由此建立了共鸣。 此后的二十年间,她继续用行动维护着两人感情的美好。 2012年,两个人有了新的结晶。 有了孩子之后,黄冠中对爱妻的用心也没有被剥夺任何分量。 小黄英在爸爸要爱妈妈的耳辱目染之下,幸福长大。 多年之后,朱英被问道,黄冠中就是你那位脚踩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吗? 他笃定地说,是他,我找到了。 3.徐豪盈和陈奕迅 陈奕迅和徐豪盈早在1996年时开始谈恋爱。 当时陈奕迅刚入行,两人关系一直很好,直到2006年才结婚。 至今,两人已经结婚16年,期间不管外界多不看好徐豪盈。 陈奕迅对他仍然多年如一的宠爱。 今年7月,陈奕迅成功地举办网上慈善演唱会,事后接受采访时提到, 自己没工作的这段时间就当放假,每天在家为家人服务, 比如换灯泡,收拾衣服,给亲女坐必用司机等。 陈奕迅对徐豪盈的疼爱不只是说说而已。 早在2014年,陈奕迅就买入2.3亿豪宅送给老婆。 据悉,房子业主只有徐豪盈的名字,但全责还房贷的依然是陈奕迅。 4.郑一剑和蒙家慧 说起娱乐圈的模范明星夫妻,郑一剑和蒙家慧应该算得上是其中之一。 两人在2013年结婚之后,虽然一直很低调,但感情有增无减。 经过多年的考察,蒙家慧非常看好福岗的房地产前景, 加上已经有几间房子可以供他收租, 所以下定决心要在日本的房地产业大展拳脚。 据悉,郑一剑对于爱妻将兴趣变成事业, 前往日本房地产行业创业也相当于支持, 还豪至百万本钱给他进行发挥, 堪称名副其实的宠妻狂魔。 蒙家慧与郑一剑结婚七年,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全英当初结婚的时候,两人就达成一致要做丁克。 如今,七年过去了,两人仍然如交似妻, 并不受七年之阳所困扰,也祝福二人百年好和吧。 5.罗家英和汪明泉 2002年,40岁的汪明泉被查出了罹患癌症, 需要进行手术, 而罗家英在这次也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但他这次也是因为自己的患病而拒绝了。 但罗家英还是对汪明泉呵护有加, 一直陪伴和照顾这个他心目中的女神。 没想到,命运是这么地捉弄人。 2004年,罗家英也被查出患上了肝癌, 这让汪明泉非常地痛苦, 在家里痛苦了很多天。 在病床前,罗家英打趣地说, 看来,这辈子我都娶不到你了。 但没想到,他的一句非常肯定的话, 让两个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圆满。 两人此后更是互相扶持, 互相照顾, 罗家英也渐渐地康复了。 2009年5月2日, 61岁的汪明泉和大他一岁的罗家英, 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 结束了长达21年的爱情长跑。 两人在日常生活非常地甜蜜, 不仅一起去世界各地游玩, 还一起经营着两个人的事业, 以及规划着未来。 6.梁朝伟和刘嘉玲 娱乐圈有这样一对特别的明星夫妻, 女方是强悍的大姐大, 敢讲敢做, 性格热烈如火, 鲸鱼世故, 男方则温文尔雅, 书生气息十足, 沉默寡言, 凡事都想躲得远渊的。 看似水火不容的两人, 却恩爱相守33年, 其中包括恋爱20年, 结婚13年, 创下娱乐圈神仙眷侣的佳话, 他们便是梁朝伟与刘嘉玲。 两位家喻户晓的巨星, 普通夫妻或许要靠孩子维系感情, 但现在来看, 梁朝伟刘嘉玲并不需要, 两个人就已经刚刚好。 7.刘青云和郭矮明 那个时候的郭矮明是顶着 最高学历港姐冠军的头衔, 必受关注的TVB花旦, 而彼时的刘青云还只是一个 跑了不少龙套的名不见经传的, 而且黑不溜秋, 其貌不扬的穷小子。 两人相遇, 刘青云先心动了, 而且这哥们贼得很, 快速出击一马拿下。 1998年, 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后, 两人选择了结婚。 婚后, 郭矮明也慢慢淡出娱乐圈, 全力支持刘青云朝着事业的 更高点拼搏。 在刘青云身边, 郭矮明真的是小公主模样, 除了撒娇, 亲亲抱抱都是小场面, 两个人上街也是手托手, 恩爱依旧。 然而, 很多人都觉得, 他们俩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 到如今都没有生孩子。 而刘青云则回答, 如果只是为了让一个家庭更加完整, 那么只要夫妻两人的关系足够亲密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需要什么。 相信, 除了这个原因, 刘青云也是不想老婆遭遇生孩子的痛苦, 想让郭矮明永远都做一个骄傲的小公主吧。 8.张志玲和袁永怡 1993年, 《变成浪子》在北京正式开拍, 张志玲和袁永怡分别为该剧的男女主角, 这也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但没想到一眼情深, 一见注定纠缠, 快半年的相处让两人心中都生出情愫, 等到分别时, 张志玲和袁永怡还依依不舍, 只是当时的他们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 但袁永怡本就是性情中人, 性格耿直大方, 既然遇到爱的, 那更不会放手。 回赶后, 频繁约见张志玲, 一起吃饭, 一起逛街, 一起在1994年的新年终身敲响时接吻, 不过, 圈内人都不看好他们这段感情, 袁永怡身边的朋友更是奉劝他早点分手, 因为张志玲当时在圈中花心是出了名的, 同不少当红女星都传出过绯闻, 当然, 袁永怡也并非是没故事的人, 在认识张志玲之前, 被传与香港富豪交往过密, 2007年, 耿直告袁永怡上了知云饭局, 坦白了自己曾贪慕虚荣, 但对于张志玲的事, 她态度更是坚决, 觉得既然爱了就不必放手, 张志玲没辜负她, 与袁永怡在一起后收起了那颗浪子之心, 好好经营两人的感情, 坚持换来的是两人28年如初恋般的神仙爱情, 也换来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10. 陈小春和应彩儿 陈小春今年53岁, 应彩儿37岁, 两人年龄相差16岁, 应彩儿曾在节目中说过, 陈小春第一次去见他爸爸的时候, 喊叔叔, 可是应彩儿的爸爸直言, 我只比你大6岁, 搞得很尴尬, 因为年龄的原因, 应彩儿的爸爸是不同意两人在一起的, 除了年龄大, 陈小春看着还有一点痞痞的, 让应彩儿的爸爸不放心把女儿交给他, 但是陈小春向应彩儿求婚的时候, 感动了不少的人, 外表皮皮的山鸡哥, 内心其实是超温柔的。 两人因为在同一家公司而相识, 在2008年就公布了恋情, 2010年的情人节, 两人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进行了婚礼注册, 11月13日在香港的迪士尼举办了属于两人的婚宴。 两人婚后一直过得很幸福, 并且在三年后有了两人的第一个爱情的结晶, 大儿子Jasper出生了, 陈小春还带着儿子参加了一档父子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 暖心的涩涩的Jasper也是稀粉无数, 一家三口十分有爱。 在去年的演唱会上, 陈小春向大家公布应彩儿已经怀孕了, 也是让人好不高兴。 在今年的5月29日, 应彩儿成功产下义子, 他们为二儿子取名为HoHo, 也是很好听的了。 陈小春和应彩儿已经结婚10周年了, 现在又有了一个小儿子, 家庭圆满, 一家四口要一直幸福呀。 我觉得以上十对夫妻能够恩爱携手这么多年, 一定离不开彼此之间的鼓励和沟通。 陪伴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不及时沟通, 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爱的人面前一定要把问题说出来呀。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